海天一色的宜蘭冬奧粉鳥林秘境 因为景观优美吸引观光人潮 但也造成当地海洋生态威胁 全球环保意识抬头 在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前夕 许多单位都发起环境保育计划 能够让大家都一起来做 这个维护海洋生态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周刊连续三年展开环海行动 一共回收了约7000公斤的垃圾 今年还将与潜水团队合作 清除海洋废弃物 另外也调查发现 台湾共47个海洋保育区 因为长期缺乏监管 加上法源分散 沦为纸上公园 透过相关的福岛的计划 来建立它的监测机制 还有建立巡守队的方式 来提升它应有的保护区的功能 那当然未来假如说 相关的海洋保育法通过的话 保护它范围比较不足的地方 我们可以来加以弥补 而海洋保育困境也影响到渔业 以台湾北部海域来说 因为过度捕捞鱼类近十五年 已经从一百四十二种 大减到三十七种 相当于七成鱼种消失 而沿海与近海的鱼货量 也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 科学家更预告到二零四八年 全球海里将不再有野生鱼 国际上有三十成三十的这个目标 就是二零三零年希望 有百分之三十的海洋面积 能够是保护区 那这个目标呢 当然是希望维护台湾 周边海洋的多样性 随着海洋生态危机 越来越明显 如何维护海洋环境 免于受到过度捕捞威胁 也成为一大课题 三天前苏宇宽 李孟山台北报道